好 你報稅了嗎 今年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 所以報稅延長一個月 到六月底才結束 所以我跟你講報稅的話 這8400億都是我們的錢 納稅人的錢 防疫紓困預算 到底怎麼用 你有沒有想過 高金素媒立委非常的認真 幫大家算算賬 真的是全國驚呆了 還有我們要謝謝韓國 提醒我們高端後來怎麼樣了 大家好像忘記了 買高端的錢也是我們的錢 對不對 這些錢到底怎麼了 我們先來看這個高金素媒 他幫大家算一下賬 防疫前線最辛苦的 醫護公務人員兩年來 你們是不是穩定的收到 這些防疫物資呢 因為我們看到 指揮中心用我們的錢 買了這麼多的東西 包括平面口罩 總共是64億花費在哪裡 買面罩 買口罩 就花了64億 但是買快篩器才5000多萬 這個我們之前討論過 這個比例讓大家覺得 完全是非常荒謬 那平面口罩57.5億 總共是38億片 38等於39億片 N95口罩 但醫護為什麼都說不夠 買了2520萬片 防護面罩沒有數量 花了2879萬 隔離衣總共1200萬件 還有這個防護衣 總共是200萬件 從這個數字除以這個單件的價格 很輕鬆的算得出來 但是為什麼買了這麼多 花了我們銀子64億 為什麼全國各地的一些醫護 常常都說不夠 所以高金素媒大災問 醫護公務人員 回答一下 你們收到了沒有 好 來我們這個 今天這個護理師公會 這個理事長陳玉鳳也聽到了 他想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我們來看今天他的回答內容 小港醫院現在的那個N95口罩 還是有限制使用的 那我覺得這樣其實很不妥的 布立金門醫院 他們精神科 一天只能用一個口罩而已 就外科口罩 那這樣子的情況 我們也是覺得非常不合理 我們在就是東部地區 就是我們現在 之前玉璃也有反映 N95跟這個突髮包裝是缺的 然後甚至要一套到底 這樣的一個情況 然後甚至卒裝吃飯的一個情況 也是有的 那在宜蘭的話有N95 但是他們只有單一size 在屏東我們也有聽到 護理人員在起腎室確診的病人 他們也是要求一套到底 就是他全套的這個裝備 要一套到底 所謂一套到底就是 從上班到下班 就是全部一套 只有一套而已 然後不可以吃東西 不可以上廁所 連診所也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一套到底 那會讓我們覺得說這非以所思 好 因為這個玉鳳他是護理師工會理事長 所以各方的訊息都會彙整到他那邊 你就會看到所謂的不夠 不是單一個案 有沒有 他剛舉了好多好多例子 都是有非常非常明確的一些指控 我想問一下這個韓濱 除此之外還包括 當然是國民黨講了 這個8400億 防疫紓困預算的經費 也真正用在防疫的才1400多億 只佔了17.5% 另外林德福也告訴大家怎樣 就是紓困要等到9月 是紓困的 不是振興 要先紓困 那這個11月26號 當然就要選舉了 那要等到9月才發錢 大家當然很聰明 都會知道為什麼 但你看現在全國的 特別是餐飲產業慘兮兮 要紓困 趕快紓困 你等到9月幹嘛 等到9月大家倒一片再說 當然我們最關心的 還是這個醫護人員 64億去買防護口面罩 只有5000多萬買這個快篩試劑 比例不對之外 好啦 你就買這麼多 總是醫護人員好過一點 但也不好過 所以請教一下 我覺得金素梅今天這個問題 真的是讓大家覺得 非常的不可思議 非常的驚訝 你怎麼看 第一個 我覺得很奇怪的就是 為什麼我們國家 什麼東西都不夠 我都想不通 這個防護衣或是醫療 要用的防護面罩這些東西 這個是本來就知道 一定要用到的 他們每天都要穿的 他跟一般人不一樣 我們一般人可能有的三天 有的五天 那些反正實名字 你都隨便亂搞 但他們是每天都要 所以他們既然每天都要 這個量太好抓了 你就一年365天多少人 你就直接算就解決了 那為什麼會編出 這樣的預算來 然後這個預算抓得特別緊 那其他預算隨便亂發 全家到底怎麼回事 為什麼會讓低線的人 連這些最基本的防護能力都沒有 N95口罩戴好幾天才能換 全家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世界上現在N95口罩缺貨嗎 你說去年可能還缺 今年沒有再缺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不才買夠 再來我看到一個很奇怪的數字 他N95口罩花6.15億買了 不是那個平面口罩 花了7.5億買了38.9億片 表示一片金價才一塊出頭 大家記不記得 實名字的時候要賣我們多少錢 先是一片5塊 後來降到4塊 為什麼他要賣我們這麼貴 他成本的300多將近4倍 為什麼 那請問一下這個錢入庫之後 他拿去做什麼用途了 是直接繳回國庫 還是你們拿去用掉 有沒有人告訴我們發生什麼事 而且照理說量越大 他的價格越低 照理來講這樣 以前在疫情還沒有爆發前 口罩也沒這麼貴 反而是疫情爆發之後量很大 他的價格反而提高 其實我講比較那個一點 疫情爆發之後 我猜這是疫情爆發之後的價錢 所以在我看來 一片一塊多是偏高 因為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疫情還沒有爆發之前 你去就是那種大賣場零售 一片才一塊多 一片才一塊多 中衛口罩這些東西 一片才一塊多 那他現在買幾十億的量 一片都還要一塊多 那老實講可能是大家在搶吧 我不知道 可是再來講不會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那是國家隊 那是我們的國家隊生產 大家不要忘了 這不是跟外國廠商買的 這政府是有貼圖的 是 所以還賣這麼貴 然後更可怕的就是他成本 假設這是他成本 他賣我們更貴 是他成本的三四倍 那個是擺明 那個是店家在做生意 一般我們店家做生意的時候 我競價大概三成的話 我就會賣你大概三倍多到 是我直接的售價 他完全在做生意的方式賣給我們 請問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他這個都要賺我們必須要錢 那這個錢拿去做了什麼用途 所以我真的覺得完全不能理解 你弄了8400億 如果說今天不夠 你告訴我有充分的理由 我相信大家都願意花這個錢 我們台灣什麼亂七八糟的錢不花 可能問題是 你這些錢到底花到哪裡去了 為什麼搞得這個也不夠 那個也不夠 快篩也不夠 什麼都不夠 然後到最後 你看他今天 印湊一個數字告訴我說 一億 我早就一億七千萬快篩了 結果是民間的也算 什麼都算 然後預期會到的也算 全部把你加進去 所以一億七千萬 隨便你講 其實見鬼 我還真的情願你告訴我說 端午節都還沒到 你在急什麼 五月還沒過完 你直接告訴我這個 我還比較能接受 今天五月三十二號 不是 他講的五月是農曆對不對 搞不好五月有280天 誰知道 可是他沒講哪一年 對不對 所以他也沒講哪一年 搞不好2032年 誰曉得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個政府每天用這種凹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更奇怪的就是 為什麼防護面罩會無數量 對啊 你表達可以面罩 你為什麼會買東西買到 不知道數量多少 全家這個政府單位 到底都發生什麼事 今天我想請教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 都有去公司上班 甚至在公司機關服務 假設你下面的下屬 採購告訴我說 這個東西我花這麼多錢 可是不知道數量 這個大概被你電到飛起來 所以沒有會議紀錄 也沒有帳本 是啊 然後結果這種東西 居然是政府的公文 而且還可以呈給民意代表 立法委員看 我真的不知道 立法院這些人 你們都幹什麼吃的 這種東西你們看得下去 就算你是民進黨的人 你們看這種東西看得下去嗎 這不是在侮辱你自己的智商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 打架完之後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